对对对是很辛苦的 并不是说想象中的那样 因为像这个明朝后期有很多的皇殿 他们有的时候不上朝 但是到了秦朝 特别是康熙庸正前隆 他们没有一天不上朝的 没有一天不上朝的 在这个大殿没建好的时候 他们就在前面的太和门 坐在门口来上朝 所以说他们三位绝对是皇帝 清朝的最鼎盛的时期 那夏宇呢 他们这里面的颜色 大家可以看到 那叫黄色就是黄色 因为黄色呢 我们刚才说了 专用色 黄月算这个色 那么黄色呢 就代表积枪的意义 那么像两边的这个黄字 都给大家来说呢 大城和办公 像一些呢 这个呢 四副全书啊 都征堂在这个大殿的里面 如果说黄的有事情的话 只要一粘化 这个大殿